看完巴西的情況 我們來看看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吧 他好大喜功 在建國九十五週年的這一天 以極其華麗盛大的開幕儀式 宣布了伊斯坦堡新機場 正式啟用 而這個新機場到底有多大 而總面積有七千六百萬 平方公尺 是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和第二航站 加起來的兩百倍大 預計在二零二八年 四期工程全部完工之後 每年的旅客運輸量 將會上看到兩億人 規模是全球第一 而這麼龐大的公共工程 二零一五年動工 短短三年多的時間 就得以開幕啟用 是三萬五千名工人 日以計業的趕工 以及四百多名勞工的人命 所換來的 土耳其的勞工團體 就以血汗集中瓶 來稱呼這個愛爾多安 極力吹捧的新政機 在悠揚的民族音樂陪襯下 土耳其總統愛爾多安 與第一夫人艾米尼 緩緩布下專機 接受女兒與女婿 也是土國能源部長 埃爾巴拉克的迎接 在大批人員的簇擁下 愛爾多安開著高爾夫球車 前往土耳其航空的登機櫃台 象徵性的領取伊斯坦堡機場 發出的第一張登機證 並在航下舉行的開幕典禮 宣布新機場正式啟用 這個位在黑海海岸線的新機場 總面積七千六百萬平方公尺 是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一航站與第二航站 加總起來的兩百倍大 土耳其建國九十五週年 這一天開幕啟用的 是四期總工程的第一期而已 總經費為一百二十億美元 四期工程全部完工的總經費 高達五百一十億美元 機場營運公司主管預估 到了二零二五年 新機場直接與間接 創造出的工作機會 將達二十二萬五千個 將貢獻國內生產總值 GDP五個百分點 掌權十五年 浩大喜功的愛爾多安 將新機場視為他的一大正機 對比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 十二年的時間過去 落成典禮還遙遙無奇 伊斯坦堡機場二零一五年五月動工 不到四年的時間就風光開幕 這驚人的超高效率 背後卻是不堪文問 虐待勞工的事實 一名在機場工地工作九個月的工人 對德國之聲DW的記者表示 經常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有時甚至是徹夜趕工 隔天繼續一大早上工 工程聘僱了三萬五千名勞工 低薪超時工作 工地危機四伏 結果就是工商意外頻傳 勞工團體指出有三十八名工人死亡 還有消息說不止被類似的有四百人 但政府與機場營運公司認證的只有三十人 是人絕ette在於繫造立地身上 倉促開幕的結果就是一切都未能到位 到年底為止新機場國內線部分 只有往來安卡拉 伊茲密爾以及安塔利亞三個點 國際線班機只有往來北薩普魯斯 與亞塞拜然兩個地區 也就是說到年底為止 所有的航線將照常在伊斯坦堡 阿塔圖克機場起降 而這個距離伊斯坦堡市中心 有五十公里的新機場 鐵路交通網沒有 地鐵要到二零二零年才開通 而航廈的所有配置與人員訓練 是否都準備好了 也是一個未知數 以二零一六年政變發生後 第二個月航空交通最繁忙的賣家朝聖記 阿塔圖克機場當時的情況為例 航廈內沒有WiFi 洗手間沒有衛生紙 蟑螂蟲子隨處可見 要向態度高傲的機場工作人員求救 得有心理準備 英文WiTong 記者王惠文整理報導 氣氛 阿塔圖克機場